9月1公民開學,踩入正總反洗腦 反洗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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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中學生,再次蒙起雙眼 用5個半鐘長征12公里 反洗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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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當街被人罵,威的都是守護香港的未來 長征雖然有沒有結果,但學民思潮一班成員 昨天繼續上路,由沙基灣出發 走運六間觀納小學為老師打氣,再去終點新正總 新學期,下星期就開始了 一班家長決定今個星期六,即9月1日,在新正總提早開學 同仔女上課真真正正的公民教育堂 那天活動就精彩了,在立法會廣場 會有嘉年華、有遊戲玩 還有達明一派,王家強和Rubberband 這些良心藝人參場 我們的政府,無論是特首好,還是不克劍好 都好像聽不到這個民意 所以我們決定,9月1日來到他們工作的地方 去到他們身邊,透過幾萬人的聲音去告訴他們 他說,729大遊行,是公民教育第一堂 九一加連華,走在第二堂 也是長期抗戰的開始 因為見到其實阿吳克劍也好,或者梁振英也好 其實他們會一直採取著一個拖子權 我們覺得其實接下來都要去考慮 會不會有不同類型的一些不合作行動 不合作行動,其中一個就是罷課 不過最大教師公會教協正在考慮 要家長和學校配合 至於他們發起的良心教師約章,已經有1000個老師簽了 還說如果有官員和學校施壓,學校要找他們投助 反小孩的聲音越來越厲害,而CY的民望就越來越低 最新評分得49分,肥佬呀! 反對他做特首的比率還創新高有4成8 就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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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